日本那可怕囉 怕不得了囉 不會啦 他聽到一萬八超級貴 蛤 我們東京的話 我之前在東京住的時候 食品要六萬 你說人家一萬八超級貴 你到底在講什麼 我現在的身分來講一萬八很貴 對 因為那時候我住的地方是像台北的 新一區 就是中心 對 東京的中心 東京中心 對 然後那邊大概四到六萬 你住東京的東京 你功課有那麼好嗎 東京 你得住在那裡嗎 你得住嗎 人家不行 功課不好也可以住那裡 你都可以在加拿大混多久了 你講得很有道理 我只是順便問一下 順便問一下吧 然後我就是來台灣的時候 我現在住的台灣的地方是 中山區大概一萬多 因為我就習慣就是這個價錢嘛 我住日本的時候就這個價錢 因為所以我在日本 我就拚命打工存錢 結果變成一萬了 我就很開心 就不工作了 沒有 對沒有工作 對不工作了 沒有我的意思是 剩下的錢 我就馬上 我馬上就是約很多朋友 出去外面我請客吃飯 然後就是有一天 我就帶女朋友去日本 旅遊一個禮拜 你應該是把這個六萬 還可以在東京租一個月嘛 對 那你可以直接來 就把六萬整個付給他 你不是好幾個月不用付房租 謝謝 真的啦 謝謝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采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囉